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产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宿舍有鬼的故事 12岁的男孩查理正在念七年级 因为假期的时候装机父亲与保姆有染 被安排转到了寄宿学校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 意味着他要和原来的一切告别 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 这样查理十分失落 再加上父亲出轨的事 更是让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他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关心自己的 开学当天 父母和弟弟开车送他去上学 在经过曼谷河的时候 母亲告诉他们 只要过桥的时候 并住呼吸许愿 不管是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弟弟兴奋地试验了一下 查理却是满怀心事地看向窗外 很快他们到达了学校 迎接他们的是普拉尼小姐 她是学校的射尖 普拉尼小姐看起来严肃古板 一个眼神就能吓得学生们躲起来 在和父母告别后 查理正式开始了证速生活 从没离开过家的她 必须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 这对她来说 无疑是艰难且残酷的 她十分想念自己的家和自己的朋友 晚上宿舍关灯后 一群男孩喊住了她 说是要给她讲述学校的历史 但他们就是故意讲鬼故事 吓唬查理 他们告诉查理 半夜要是听到有狗骑声好叫 就不要上厕所了 否则会有人一直陪着你 查理虽然嘴上说着不怕 但心里已经开始慌了 鬼故事还在继续 他们说 学校的旧泳池曾经淹死过人 那个人也是七年级 也住这间宿舍 更重要的是 她的死似乎和普拉尼小姐有关 而查理现在睡的就是她留下的床垫 普拉尼小姐在查房了 男孩们吓得逃回了自己的床上 查理刚刚被鬼故事吓到了 本就憋得不行的她 在去上厕所的时候 真的听到了狗的起身好叫 吓得她赶紧跑回了床上 结果因为憋太久尿床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 大家都在嘲笑查理被鬼故事吓尿了 就查理知道 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多可怕 害怕的查理更加沉默寡言了 但还好 有一个名叫维琴的男孩 主动和他说话 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好友 这天学校组织看电影 查理和维琴坐在了一起 随着剧情越来越紧张 大家都忍不住 跟着电影里的主角憋气 只要憋气 人类就会隐身 鬼魂并无法发现他们 可当查理在认真憋气时 却发现 除了维琴外 所有的人都隐身了 查理马上意识到 维琴就是鬼 害怕的他将自己撞鬼一事 告诉了大家 结果大家认为他是吓傻了 无人理解的查理 看着一直在身边的维琴 是既害怕又同情 他就像是现在的自己 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理解 终于查理下定决心 和他成为朋友 在维琴的陪伴下 查理不再阴郁 维琴也告诉他 之所以狗会起声嚎叫 是因为自己在控制 那晚他是故意吓他的 梁在学校打打闹闹 收获了不少乐趣 直到查理爱慕着除娘的女儿 维琴就将藏在厕所 隔禁的小黄书送给了他 还带着他翻墙讨去学校 去看小姐姐的运动会 他们还和这个小姐姐合照了一张 只是这张照片里 没有维琴的身影 回去的路上 查理问维琴是怎么死的 维琴不愿意回答 只是快步走开 很快就到了晚上六点 维琴突然消失了 留下查理一人脏兮兮的 回到了学校 被普拉尼小姐训了一顿 晚上维琴再次出现 查理愤怒地质问他去哪了 维琴没有回答 只是说了一句 你总说没有人在意你 但你又何尝在意过别人 这句话让查理突然醒悟 他决定找出维琴六点消失的秘密 和他的死因 他来到了维琴藏兮的地方 找到了一张报纸 上面报道的是 官员腐败被捕的消息 第二天六点 查理一路跟着维琴 来到了学校的救泳池 亲眼看着维琴跳下 没有水的泳池 痛苦挣扎 查理想要救下他 却发现 自己除了眼睁睁地看着 连他的身体都无法触碰 整个过程结束后 维琴恢复了正常 查理询问他为什么要自杀 维琴却回答道 这一切都是意外 还记得那天 我们在泳池游泳 一个男孩喊着救命 我跳下去救他 却被告知 他是装的 我看着好玩 于是学着喊救命 结果脚真的抽筋了 可这一次大家都不愿相信 我就这样不停地挣扎 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离去 最后无力地沉入水底 大家都在传言 这件事和普拉尼小姐有关 是因为我偷了他桌上的报纸 而那张报纸上说的贪官 就是我的父亲 普拉尼小姐很关心我 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 当他看到藏在抽屉里的报纸消失后 他以为是我看的报道后 受不了才会自杀的 所以非常自责 自从我去世后 每天都会来这里重复死亡的场景 我也想停止这个轮回 因为下面真的很冷 查理听后十分心疼 他想要帮助维琴 逃离落水的命运 于是去请教家里 开棺材店的同学 同学告诉他 因为这种鬼死与非命 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投胎 只能每天回到死亡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帮助他 那只能变成鬼 或者是将灵魂抽离肉身 但只无疑是冒险的做法 查理本来有些纠结 但看着朋友向往的往周多日 查理决定要为了他冒险一次 在即将六点的时候 他行驶了实验室的乙迷 让自己的灵魂抽离 接着拼命地奔向了泳池 跳下水中将绝望的维琴捞了起来 其他小伙伴间查理不见了 赶紧去找 家里开棺材店的同学 知道他是要去帮维琴了 于是在找到他的肉身后 搬去了泳池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查理回到肉身 而那边的维琴和查理正在告别 被救的维琴找到了投胎的路 是时候离开了 他从未怨恨过不救他的朋友 他知道这一切只是意外 在和查理说了再见后 他转身离去 查理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肉身 周围的小伙伴都在焦急地喊他 赶来的普拉尼小姐 看到查理还活着后松了一口气 故事的最后 查理和学校的小伙伴 一起爬上了水箱看风景 那时维琴和他说过 却没有实现的事 终于查理有了自己的朋友 也喜欢上了这座学校 一个学期结束了 父母来接查理回家 查理选择原谅出轨的父亲 也告诉了普拉尼小姐所有的真相 普拉尼小姐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 在此经过曼谷桥的时候 查理憋直气许下愿望 他终于是在为情的帮助下找回了自己 在经过了这些事后 查理也知道了 一生中无论有多少烦心的事 只要有一个朋友在身边陪伴 也总会过去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